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董门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身着干净整洁的校服 背着书包 精神异议且有序的进入校园 在校门口同学们相互间隔一米 在老师的指引下排队等待測温 待体温无异常后前往指定区域洗手消毒 我们终于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回到学校快乐地学习了 我非常高兴 我准备很多那些口罩啊 消毒水什么的 然后呢 还把这学期需要用的一些学习用品都带齐了 很开心 很兴奋 终于又可以回到这亲切的校园了 能见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了 走进阔别四个月的教室 同学们开始新学期第一课 疫情防控教育 沉寂多时的校园又恢复往日生机 据了解 董门区实验小学 共有四五六年级二十七个班 一千三百三十七名学生回校 开学之前对我们全校的师生进行一个全面的摸牌 然后利用我们的家长微信群等等一些媒体 一些渠道 对我们的全校的这个家长学生进行一个防疫的这个宣传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这个大量的防疫的这个物资还有设备 那么另外我们也安排了全体的教职员工进行了多次全面的一个防疫的这个应急演练 那么提高他们对这个疫情突发事件的一种应对的能力 那么我们也对这个全校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场所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消杀 董门区第四中学初三学生已在四月二十七号复学 今天返校复课的初一初二学生共二十六个班 近一千四百人 早上六点五十分 同学们在现场老师 教职工 校一的引导下 保持一米的间隔 有需列队通过校门口的体温检测区后进入校门 学校所有教职工今天全部到岗 为避免上学时段学生拥挤 学校实行错峰分流上学 初三年级是七点至七点二十分 初一初二年级是七点二十分至七点五十分 就很开心 还是比较在学校学习 效率会高一点 然后就 然后就学习应该会有所提高吧 校园里到处可见路线指引示意图 站位点 指示牌 温馨提示语 指导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 上午八点 各班开学第一课都是以普及防疫知识 弘扬防疫精神为主题的班会课 学校把疫情防控知识作为初一初二年级赴学第一天的主要课程 学生要知道怎样沿线行走 漆步洗手 佩戴口罩 体温检测 通风清洁 分散用餐等校园生活流程 除四至八年级学生外 斗门区包括华中师范大学 珠海附属中学 斗门一中 珠海市田家丙中学 河峰中学 四所高中的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也返校复学 晨大学 制作人MarktionMe ommar �ě절说明 ен 期训 吉ion誉 achieved 我